8日上午 中国海军隆重纪念 收复西南沙群岛70周年 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出席活动并表示 中国军队有决心 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但是数欲敬而风不止 就在中国纪念收复西南沙群岛的时候 美国政客又抛出新把戏 美媒爆料说 美参议员卢比奥近日提交了 所谓2016南海与东海制裁法案 叫嚣将对中国在南海的活动 进行惩罚性制裁 任何参与南海地区建设的中方人员 将被冻结资产 禁止旅行或限制签证 就连中国海警 海军和渔民 基建人员 都可能成为制裁目标 分析认为 如果这个提案被通过 将意味着美对南海问题 不持立场的政策将发生大转变 有网友担忧 一旦制裁措施得以落实 会不会成为所谓南海仲裁的执行工具呢 这个提案与特朗普此前 首次对中国南海政策的发声 又是否存在容器 所以本周榜单上这些新闻 我们看起来 美国突然针对中国出牌 而且不是一张牌 是连续出牌 所以我们看看虚拟观众席 对这样的一个话题 又有哪些关注点 网友们对于这位议员 非常嚣张的态度 都是一片喊打 各种口诛笔伐 我们来看 其中有一位网友 他叫木头戈的是宝贝 他问 美国又是和日本军演 又是确认钓鱼岛 适用安保交易 特别是美国出来的一个议员 还叫嚣要在南海东海 制裁中国海军海警 这会对中国构成实质影响吗 法案通过的可能性大吗 另外好多网友问 法案什么时候通过 就是进行表决 哪位嘉宾 曹老师 这样 首先说他这个法案 一没有历史依据 二没有法律依据 就是即使出来了之后 也难以操作执行 我们先说历史依据 这个在美国还没有建国之前 中国人民已经在南海 进行开发建设了 那么在美国建国以后 二战以后 根据波斯坦这个条约 开罗宣言 那么美国还给了 民国海军八艘军舰 其中有永兴号和太平号 那么这些军舰呢 其中去接收了南沙和西沙的 这些岛礁 刚才我们也看到小片讲了 我们到明天 就是12月12号 是接收南沙的太平岛 70周年 说明当时美国政府 还是支持中国人 接收西南沙这些群岛的 是认为它是中国的领土的 所以这是历史上情况 再有一点法律的依据 任何一个国家 在自己的领土上搞建设 美国有什么权利说三道四 还进行制裁呢 那么我们再讲一点 法律应该讲平等 那么日本也在冲之鸟礁上 进行这种扩张和建设 为什么不对日本 进行这种制裁呢 所以这是一个双重标准 第三点 这个条约 或者是说这个议案 如果执行的话 那么它不但要对 中国的建设的这些 就是其他的地方人员 包括我们的海警 海军人员 都要冻结资产 好 我就告诉他 我就是海军的人员 我当年就在西沙的永兴岛上 种过椰子树 搞过建设 我就在南海的这个永暑礁上 搞过建设 我都 这个还有当时的照片 1985年8月 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认为就是 他即使是制裁 他不是要冻结财产吗 我的财产全在中国大陆 我就请看看 美国人怎么冻结我的财产 所以他的这些措施 根本就无法实施或者是执行 所以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 卢比奥这个议员 以为是一个美国议员 就可以一言九鼎 就可以改变世界 实际上他的话 乘清风 话湘云 不足四两尘